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 那我們繼續衝完下一個土仙軍行啊 你會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要讓人們成功的成功 女神是被堅持的 聖剣和魔剣…女神和類的王… 200年來的忍耐… 我…有點混亂了… 聖剣和魔剣的戦情…又恥久了… 今この大陸に生きる人々はもうその歴史を知りません エルサリア大陸で聖剣と魔剣の名前を聞かなくなってから 随分と時が経ちました 聖剣は既に破壊され魔剣も大陸から姿を消した しかし魔族はどうして今になって それは私も分かりません 聖剣と魔剣はもうすでに存在しないはず ですが暗闇の勢力は消えていません しかもシベリル帝国の中枢に入り込んでいるようです あなたたちを襲った帝国大宗教 彼の正体は混沌の王の下辺 闇の王子ボーゼル なるほど そりゃあ帝国も安難になるわけだ だけどよ この前のボタニクス将軍 あの人はだいぶまともに見えたぞ 確かに 村の安全も約束してくれた 帝国にもまだ正しき心を持つ人間が存在するのでしょう 今現在帝国と連邦の国境線は監視が厳しく 我々が自由に動けるのは 連邦と帝国の中間地域だけです そういえば私たちは今どこへ向かっているのですか まあカルサス平原の中心は 政権の記憶が満ちている古代都市の遺跡 さらにだ これは何よりも重要なことなのだが あそこにはもともと大陸唯一の浮遊城があったのさ な、なんだって そうでした アメルダさん 浮遊城へ着く前にこれを渡しておきましょう これは 懐中時計 時計の時計 これはあなたにしか扱えない魔法の道具です これを使用することで あなたは政権の記憶がある場所で 自由に時空の裂け目を作り出すことができます 時空の裂け目? それ大丈夫なんですか? もしまたレオンみたいな強い人が出てきちゃったら? 心配いりません 時計の時計があれば 時空の裂け目を開き 英霊のタスク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す 本当ですか? もしそうならすごいです 今すぐに試してみてもいいですか? もうすぐ目的地です 時計の時計ももうすぐ使え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よ OK 陰影碎片 可召喚 也是说收起碎片可以召喚人就对了 传送法必恋 遇到游戏都会出现大法师 游戏一开始问影问题的就是女神的她 你懂的人心大好棒 所以还是要零娜传送法 三维九十四八八七九十是什么意思 九十公分吗 为什么会有三维 这个游戏为什么会有三维 八八 所以奶最小的是谁 八二可是看起来很大啊 到底 看一下 八五八八 男生有三维吗 男生没有三维啊 男生不重要 八二可是看起来也很大啊 好 好 是这样 有两边 嗯 这要走到这里吗 呃 时空裂缝 要打这一关了 我先把这两个打掉好了 传送法碧链 很多人吗 让他换掉好了 这样 出战十五个 另外一个 OK 5 好 就这样 certeza所有的敌人 acontecer Lage 有ique losers 猎 怎么 那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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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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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咖哩 炸掉 燈化開 是弓兵嗎 怕怕虎球 四軍綠敵 好痛 剛忘記打了 蹦蹦蹦蹦 哇 死了 死掉有經驗值嗎 好 夠了 所以 呃 所以 過祖先劇情的話 有時候也是要 打那個 時空裂縫 你才能跟著 祖先劇情慢慢走 這也是蠻累的事 活動 我們先把 裝備 看一下裝備還有什麼 傳送法 這個嗎 哪裡有傳送啊 有啊 這裡有傳送啊 有啊 這裡有傳送啊 有啊 這裡有傳送啊 主動 主動使用黑石 一個有限傳送到 任意防禍的格子 當前 不是 我沒看到啊 可能還沒學到吧 OK 好 先打這個 這放有寶物嗎 看起來沒有 弱弓兵 好 香兵 整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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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帶來 遠距離 攻擊 弓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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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動技能,這是什麼? OK 啊 啊 等一下他不是怕弓兵嗎?奇怪 他不是怕弓兵嗎? 他不是怕弓兵嗎? 沒有士兵 不錯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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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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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等一下 V3 然後 喔 還有喔 我應該先打這個 先把他們升級好了 可以進階了 可以進階了 直接提升成精通 跟文卓獲得一下獎勵 好 總之 帥 哇 但是成功 帥 有裝備了 祭兵 好 讓我們看一下 還不行 不行 現在好像還不能升級好 可以升嗎 印象等級不夠 要記得 他才五等 還是不夠 好 好 現在 我們再打一關吧 打這個 一個人都不能死 先打這個好了 消耗24 是 這關有寶物嗎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 真女 都怕真女 都怕真女 都是怕真女啊 工兵 OK 藍絲 藍絲換個 這戰力夠嗎 工兵 這樣 好 這樣 1 美鳳香 1 1 2 1 2 2 我的頭 攻擊前面,把他們的生命力削除以後再戰鬥 那,那就是我和我的逃兵人們的任務吧 OK,知道了 轉菜怎麼回事 就覺得這款遊戲 你慢慢龍的話其實每個角色都算好用 你只要冰種克制有選對基本上應該是不會太難的 就看各個玩家因為每個玩家想的不一樣 有些玩家只是想要最強的角色六圍的能力狀態屬性比較好 但我這個人是以人營戰鬥就好了 因為玩這種戰棋的好玩的地方就是 因為以前的單機遊戲沒有抽卡機制 有些角色特別強有些角色特別弱 但是你打的技巧就是戰略好 基本上你是可以輕鬆打破的 反正講什麼我自己都不知道 哈哈 OK 啊會不會死啊 還好 好燙喔 好燙喔 來喔 打的不是很痛 OK 出動了 他們自己過來 喔 死了 尷尬了 會不會重打 丟劍出去 好痛喔 要衝打 我們衝打好了快轉 各位我發現我完全不用衝打 剛好剩下都是被女主角克制的兵種 所以我只要一直補血就好了 好強喔 雞基本上不會太痛 是不是 我只要補血就好了 這樣也行 贏了 很拉風的大鬥王 好鐵切 裝備一下 有了 有了斗篷嗎 命神的世界 很小 所以斗魂要給誰啊 體幻 不行啊 那他 喔 祭司他們可以 喔 那個給那個啊 給他 好 就這樣 好啦 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們的頻道 左右畫面圖片 按下訂閱 如果想要訂閱按鈕 按鈕就可以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 你就通通通通知囉 謝謝大家 這裡的收看 掰掰